远古时期,有一位名叫皇帝的人,自幼聪明伶俐,善于言谈,暗于世事,熟悉万物之本,长大之后,秉承朴实勤勉之风,乃至成年之时,荣登天子之位。 有一天,他向天师齐伯问道,我听说上古时候的人们,年龄都能超过百岁,但动作却不显衰老,迟钝,现在的人,年龄刚至半百,就行动不变,笨拙无力,难道这是由于时代不同造成的吗? 还是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会养生造成的呢? 齐伯回答说,上古时代的人,深谙养生之道,能够取法于天地阴阳,自然变化之力,借以指导,调节养生,使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 从而做到饮食有所节制,作息有其规律,既不忘事操劳,又避免过度防止,所以能够行神俱网,协调统一,活到天父的自然年龄,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,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了。 生活习惯一反常态,以酒为水,烂夜无度,醉酒刑房,自行纵语,从而使其阴京结绝,真气耗散,不懂得保持精气充满,不善于统一精神意志,而专求情欲的意识之快,违逆养生的根本法则,饮食,作息,起居,毫无规律,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。 上古时的圣王教导民众时都曾强调说,一切似是不正的虚泻贼风,都要注意事实避开,思想上要田径淡薄,无欲无求,这样,体内的政绩就会和顺不乱,精神安守于内而不散失,那么病邪也无从侵害人身。 也就是这个原因,上古时的民众都能够清心寡欲,神志悠闲,心性平和,无忧无虑,虽然身体劳苦,但并不感到疲倦,全身之气和谐平顺,通畅自如,所以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实现。 他们也能够尽情享受美味的饮食,舒适的衣服,快乐的民俗,彼此之间并不注重地位的高低,所以那时候的民众都很淳朴。 各种不正当的嗜好和欲求都不能够动摇他们的信念,淫邪的东西都不能多迷惑他们的心智,无论是愚笨无才还是聪明贤能的人,都不去追求实色享乐,秉承养生之道,各守道德规范,所以,他们能够活过百岁而动作并不显得衰老。 皇帝问道,人年老以后就不能够继续生育子女,是肾经衰竭了,还是由自然规律所限定的呢? 齐伯达道,女子年至七岁的时候,肾气已经充盈,因此牙齿开始更换,头发开始迅速生长,长到十四岁时,天鬼发育成熟,人脉贯通,充满运行旺盛,月经就按时来朝,所以能够生育, 到二十一岁时,肾气充盈,致尺随之长出,随即长全,到二十八岁时,筋骨日趋坚实,头发的生长达到顶点,身体最为强健,到三十五岁时,扬明经脉首先衰弱,随之时面部开始干枯,头发开始脱落,到四十二岁时,三扬经脉气血转衰,面部完全变得暗淡无光, 头发开始变白,年至四十九岁,任脉则空虚,充满业,转衰而血气衰少,天鬼则完全枯竭,月经断绝而不再来朝,所以就使得身体变得完全衰老,而不能再生育了。 男子到了八岁的时候,肾气已经充实,所以头发开始迅速生长,牙齿开始更换,到十六岁时,肾气旺盛,天鬼随之发育成熟,精气充盈而开始排精。 此时,体内的阴阳之气充盈调和,具备了生育能力,到二十四岁时,肾气盈满,筋骨刚净有力,致氏也随之长出,牙齿长全,到三十二岁时,筋骨最为强健,肌肉则丰满而壮实,到四十岁时,肾气由胜转衰,所以头发开始脱落,牙齿也开始干枯,到四十八岁时, 从头面部开始,阳气衰竭,所以面部随之失去光泽,鬓发也变得斑白,到五十六岁时,肾气开始转衰,筋脉开始丧失活动自如的能力,到六十四岁时,天鬼已经枯竭,阴晶所剩不多,于是肾脏的功能也开始转衰,这时,男子的身体可谓全面地由胜转衰了,牙齿和头发就全都脱落了, 人的肾脏,主管藏经,受那并藏手五脏六腑的经济,所以,五脏的功能旺盛,肾脏才能产生并排出经验,如果五脏的功能都已衰退,筋骨也会日趋困顿懒散,倦怠无力,天鬼就会枯竭,也就因此会鬓发苍白,身体沉重,行走不稳,最终不能生育子女了。 皇帝又问道,有些人年纪已老却仍能生育子女,又是怎么回事呢? 齐伯回答说,这是他们先天禀赋超过常人的限度的缘故,他们的血气经脉始终通畅,甚其有余。 虽然这些人年老后仍能生育子女,但是男子一般不超过六十四岁,女子一般不超过四十九岁,身体的精气就会慢慢枯竭。 皇帝问道,如果人们懂得并按照养生之道去做,都能够活到百岁,还能够生育子女吗? 齐伯回答说,身安并按照养生之道去做的人,由于能够做到年龄虽老而形神健壮,所以极身年纪很大,仍有能够生育子女的可能。 皇帝说,我曾尔文,在上古的时候,有一种人被称作真人,他们完全掌握天地运化之道和阴阳变化之机,懂得呼吸土内已修炼精气,不然事事以养护精神,筋骨肌肉与整个身体达到伤度的协调,永不衰老,所以他的寿命同于天地而没有终了的名后,这是他修到养生的结果。 中古的时候,有一种被称为智人的人,秉性醇厚,道德规范,并身安养生之道,顺应似是阴阳变化规律,远离世俗社会的干扰,积蓄精气,集中精神,如远持于广阔的天地自然之中,宁静远世,醒目聪儿,守持于八方之外,这是他延长寿命和强健身体的方法,这种人也可以归属真人的行列。 其次有被称为圣人的人,能够安处于天地自然的环境变化之中,顺从八方的活动规律,让自己的欲望同世俗社会相适应,没有恼怒怨恨之情,行为不离开世俗社会的基本准则,穿着装饰普通的衣服,行为举止 也没有炫耀的地方。 追随上古真人,使生活符合养生之道,这样的人也能增益寿命,但最终会有终结的时候。